youtuber走面先前在频道上公开了 购物人生第一台电动车的喜讯 加上配备和配件后一共花费388万元 不过直到他开车还到之后 他才表示根据台湾的法规以及用户的环境 能用到该车加速性能的概率可谓是少之又少 特斯拉于今年四月在北美恶度降价 台湾则是在本月才跟进 降价幅度从18万元到33万 前面得知消息后在IG限动发文透露 自己刚交车一个月车子就开始降价 虽然他购买的车款并不在降价名单中 但刚刚买车的好友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无奈地表示品牌对同行狠 对购车主也非常狠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购买 不要为了炫耀而买的不适合自己的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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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